甚麼 聽不到 現在這樣好嗎 聽到嗎 我拿一支咪咪 你等我一會 好 正在回來了 你看見我的樣子 大家好 平時是否像許錦開網站 開網站有甚麼注意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像許錦 很多失漏 接下來不如我告訴你 原來我都不會敷 喂 現在告訴你怎樣做 大家不用耳筒 不用耳機 就會用電腦中的咪咪 用電腦中的咪咪往距離遠 就讓你去山洞和他聊天的感覺 用一隻耳筒 這麼長條線又阻礙你 那怎麼辦呢 建議大家用一個無線的耳機 沒有任何的束縛 清晰得來又夠專業又夠free 這個是最佳的選擇 聲音是很重要的 但是燈光都不可以忽略 因為你在一個黑漆漆的環境 又或者青面的情況下 和你的客戶進行Online Meeting 你的專業程度又大打折扣 所以我們要補一支燈 現在就清晰可見了 當然你會說我哪有你這麼專業啊 我正在拍戲嗎 你可以在市場上買一些補光的燈 大概這樣就足夠補光的光線 在家裏面去進行Online Meeting 大家平時開Online的會議 通常在哪裏開呢 第一就是在家裏 第二就是在Office 在Office我不是太擔心 因為大家的衣著都很整齊 但是在家裏的時候 往往就會很遲 我這樣啦 大家都想VD穿短褲去開會 你見到這個情況 往往就會影響了你的專業形象 客戶見到你是這樣去開會 未必是Buy你的意見 那怎算好啊 很簡單的 穿上個氣服 那你當堂整個人呢 就鎖醒了 但是鎖醒了上半身之餘 下半身那怎算呢 往往大家都要去拿東西 斟茶遞水等等各樣東西 好吵架 你那條32吋長的尾腿 就表露無遺了 記住你是只有32吋 你不是42吋 麻煩你穿回褲子 當你穿回褲子的時候 你整個人就變得全專業了 那開一個Online Meeting 無論你走出走入 入鏡出鏡 斟茶遞水 都無有怕啦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IT的資訊 請你留意我們做什麼敬電